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球呢我们先从站位讲起 首先你的双脚要与肩同宽 眼睛要看着对方而不能看着地板或者是球 还有就是你的持拍手要在腰部这个位置 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第二点就是你发球时动作一定要流畅 特别是你如果是左手握拍 发完球动作一定要向右肩转去 如果是右手握拍当然就向左肩转去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就是无论你发高远球还是发小球 都是用手腕来控制 要用大臂带动小臂带动手腕 当然如果想要落点更加精确的话 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加练习 不同的发球方式取决于最终发球的落点 我建议大家呢在发球的时候可以采用正手或者是反手的方法 但最主要还是能够让你自己觉得习惯或者是自己认你舒服 这样的话可能会发出更好的球 教球的材料交给你了 放心吧 使命必达 联邦快递 使命必达